字幕提供 今次要轉一轉的題目 不是開車去行山 今次是甚麼? 全程行路 行山再回家也是行路 Hello 我們今天出發行山之前 先醫好肚子 我們選了在荃灣的麵屋圓京 吃拉麵 這一塊是鎮豬 鎮豬 它是低溫煮的豬肉 低溫煮 叫做低溫豬肉 你好 我們今天吃的是清湯 清湯底 有些選濃湯底 不是清湯底 但沒有加入的 沒有加入的 吃下去這個 這個 鎮豬肉的肉質 是軟的 軟的 還有黑椒味 是濃的 有 糖 喜歡吃辣的可以加入這個辣醬 我剛剛試了一些 混在湯裡 很好吃啊 我們吃完拉麵 吃完拉麵 我們現在走到余景新城 然後去這個 港安醫院出發 今天的行程 就是會去 上一個 完全古道 然後去到石龍拱 然後再去 田夫仔方向 在深井走 開車的朋友仔 可以拍在余景新城 在余景新城 走到港安醫院 大概15分鐘 這裡就是 完全古道的入口 我們出發了 可以 一來就走了577級樓梯 然後會看到這個 夏花山的牌 向著這裡再向上走 他們都一起走 你看 拜拜 走到這裡 會有個分岔路 我們就沿著這裡 右邊 完全古道走 OK 繼續是斜樓 今天是這個 空氣污染指數極高的一天 又有藝局 今天打候之後 全部都是下雨 所以今天 其實行山也挺辛苦 一點福都沒有 來到這個分岔路 左邊直去 石龍拱 我們這次要轉一轉的主題 不是開車去行山 這次是甚麼 全程行路 行山再回家也是行路 住荃灣的朋友仔 就好像我們這樣可以走 全程行 不用開車 不用開車 好像酷桑拿一樣 看見牌都是向前走 田夫仔方向 這裡的風景都挺漂亮的 因為整個地方都很開陽 沒有太陽 所以也不會太辛苦 這麼快就可以去到漂亮的石板街 石板街 這條路都挺闊 挺好走 環境又舒服 只不過是會有點斜 一路上去的時候 有點辛苦 慢慢走 這條路好像那些 孖寶賽斜的石路 明天你的車 很可愛 然後回來 我們由下面 港安醫院 上來 爆樓梯 再爆斜路 石板街 前面就是那頂 我們大概走了五十分鐘左右 現在 好像有點急 可以走慢一點 好 吃完了 休息完了 是不是很厲害呢 休息 我們向田夫仔方向出發 田夫仔 還沒走完 還沒完全到田夫仔 中途我們就要到深井 現在全程開始下山了 所以就是輕鬆 這裡會有一小段山路 石 比較多一點 在未上的時間 太陽出來了 這裡就是整齊的樓梯 下去了 下山 這裡有多漂亮 你看 繼續下 GOGOGO 好 來到這裡 看到一塊牌 我們暫時離開山路 駁過去一條行車的路 也是完全古道的其中一段 青塊塘 青塊塘 原來也是有單車徑 青塊塘越野單車徑 走到這裡 看到這些小木仔 小木柱 這裡有一個入口仔 就是駁回去我們的山路 接著這條路 接著這條路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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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山路進去深陣 深陣 深陣 走一分多鐘 接著有分岔路 我們向右邊的方向走 這裡 這段山路 不知道是否少有人走 還是怎樣 因為這條路比較窄 對 一個不小心踩草腳 就很危險 啊 那些草又刺到腳很癢 它不只是腳 是整個人 包括身體 手 過完那些草 接著就有這些沙路 這些路可能滑一點 要小心點 但應該不是很累 我先走一下 走完那個很斜的石路 來到方斜路 這裡 就左邊 接著紅色絲帶走 深井這裡寫是 1.5公里 半小時 就到了 尾聲了 今天的行程到尾聲了 我們走完這條路 半小時左右 就應該回到深井 深井呢 可以沿著海 走回船灣 去到荃灣西 住荃灣的朋友 就可以這樣走的 今天這條路 怎樣呢? 簡單 很簡單 這條路呢 就算有太陽呢 都多鼠音 多鼠音其實都OK的 都不會太熱太熱 是頭短呢 如果大家不習慣走很多很多樓梯 或者很斜的斜路 就可能要多停幾次了 休息區都有很多的 那我們就繼續下山啦 來到這裡 走完樓梯應該到地下了 繼續下去 可以聽到高速的馬路的車聲 走完樓梯下去 走完樓梯下去 經過了這個 深井 深村 深井 深村 應該就出到外面了 穿到出來就是深漢路 我們下來地面 去深井啦 如果少來深井 可以去深井吃東西 那我們就不吃了 因為還... 還未肚餓 未肚餓 那我們就... 回荃灣啦 拜拜 如果你都喜歡 駕車去鹹山 記得訂閱我們 和按鈴鐺啦